今天才知道原来在螺丝刀上放一块喇叭 没想到它有这两个特殊妙云 很多人都不知道 今天把这个分享给大家 我们平时使用螺丝刀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发现 有些螺丝刀它这个刀头上是带有磁性的 但是有些螺丝刀它的刀头上根本没有带磁性 我给大家现场来测试一下 大家看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螺丝刀刀头上没有带磁性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螺丝刀头上也是没有带磁性 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螺丝刀 这个螺丝刀头上就带有磁性 大家看 带磁性吧 我们拧螺丝的时候 有些时候就需要带有磁性的螺丝刀 有些时候就不需要带有磁性的螺丝刀 如果我们想要让这个螺丝刀带有磁性 怎么办 就愿这个喇叭来解决一下 喇叭上我们带磁 消磁非常的简单 首先在这个平面上呢 我们这样水平方向给它拉下 放平 然后我们这样拉着下 拉着下不行 我们再拉两下 在这边 好了 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 大家 这个螺丝刀上呢 就带有磁性了 大家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我们再来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它的磁性呢 不是特强 因为这个喇叭呢 这叫小 我们可想找一个 这叫大件的喇叭 那如果我们不想带有这个磁性 怎么办 有些非常的简单 在平面上是加磁的 那我们在这个侧面呢 是给它削磁的 大家看一下 我们削一下磁 削磁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在这个部位呢 水平给它拉着下 拉着下 这个磁呢 立马就削就了 大家看一下 没有任何的反应 这就是加磁 削磁的方法 因为这个喇叭里面呢 它有磁铁 而磁铁呢 它有S子N子 所以我们想要 给这个螺丝刀 加磁的时候呢 就用于这个方法 想要给这个螺丝刀 削磁的方法 也是用于这个方法 把这两种方法呢 分享给大家 这就是啊 喇叭放在我们的螺丝刀上 它所给我们带来的 两种妙韵 分享给大家 希望对大家呢 有所帮助 感谢啊 大家的观看 喜欢的朋友们呢 点个关注 我们日起来交流学识